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堂 我是刘静 今天节目一开始真的太考验我了 我在舞台上主持 旁边有一个人用这样奇怪的形象 跟大家见面 老孙 你这是怎么了吗 你好端端跪在那里干什么 我这跪着有玄机呢 我在探寻国一大师的宝藏 知道吗 就我浅显的中医知识 我没见过哪个国一大师 是这么来探寻宝藏的 我这个姿势你知道吗 暗含好几个玄机呢 为什么这么贵 为什么要扎这扎这 每一个动作你都要记住 所以哪个国一大师这么有意思啊 你看啊 探寻国一大师的九阴真经 哇 他好厉害 九阴真经 九阴白骨爪 我就是九阴真经里的吧 九阴真经是武林界的至高宝典 所以这个国一大师是武术高手 他是医学界的武术高手 真的啊 他一共三个动作啊 第一跪着 跪着 第二要扎着这儿 第三要扎着这儿 这个是小腿上的一个穴位是吧 那这 哎 对 三个动作你知道干什么吗 解决 这不是打疫苗的位置吗 哎 有点像 然后这三个动作能干嘛呀 就是中老年人最不愿意面对的 最常见的几个病 哎 就这么着就解决了 三个位置对应的是三个病 我研究以后发现 我说这老百姓如果能省事 咱家一个动作直接解决仨问题 融会贯通 多棒 对吧 我得创新啊 我怎么看您那边还有本书呢 我就从那里头研究出来了 国一大师的九阴真经里头都是 好东西 哎 这边写的什么呀 一真一德 最厉害的就是这几个字啊 回头再告你到底什么奥秘 啊 你知道它里头最厉害的是什么 看啊 这以上为第一秘 第一秘 然后不清传 知道吗 这都是秘籍 成者主动传 而且写自79年6月16号 所以国一大师就是这位嘛 对对对 赫不仁赫老 没错 我们知道他啊 好厉害的 我们可以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 来看大屏幕 首届国一大师赫普仁 可以说是中国针酒界泰斗 他用近70年的临床经验 记录了针酒治疗 三百多种病症 最简易的毒学秘法 所谓毒学 就是一个学位治一个病 这也就是赫老最有名的 一针一德的由来 哇 真的赫老一出手 绝对是行家中的行家 没错 所以从里面找到的绝招 一针一得 一个病通过一个学位就治好 太厉害了 我现在简化了呀 一个动作把三个 咱们里面讲的这个三针 全包含了 因为何老师用针酒的嘛 针酒我们平时自己在家 可不敢乱刺 但是老孙刚才用的那个方法 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 拿着筷子拿着勺 我们可不可以用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一位非常厉害的专家了 有多厉害啊 首先他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赫老 首届国医大师赫普仁赫老的学术传承人 第二他自己呢也是国家级明老中医 他就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针酒科的陈海英教授 欢迎陈主任 欢迎陈主任 陈主任好 滴滴鲁花香票万家 中国高端使用油营 拎着鲁花倡导消费者少吃油吃香的油 欢迎陈教授 你好刘景 你好老孙 不过您这次来我有点看不懂了 您带了针酒的针 这个我们都知道 您怎么也带了老孙的筷子和勺啊 好像不应该说老孙的筷子和勺 是我让他带筷子和勺 所以是你偷来的 对对对 接人来的 这回知道吧 我刚才的动作和这个 拿的这个筷子勺都是有学问的 对 先说说一真一德这事吧 这是赫老通过一个学位来治一个病吗 因为赫老呢是在我们业内 是有一个称号叫做业内藏书第一人 这么说吧 赫老家有的这种古籍 甚至不要说我们北京中医院 甚至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图书馆 都没有 所以他有大量的这种 丰富的这种书籍 所以他在很多书籍发现呢 就是说某一种病 未必说一定要把这个人 扎得很多的血 像有的人扎成刺猬一样 他说不用 有的时候一个病症 可能一针就能见效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特别推崇的 就选学要精 所以赫老呢就是等于全是手术 你看刚才我们这也看到了 就是一针一德 他说的一针一德呢 就是说取血非常精 然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疗效 但是当年我们在录这个 咱们养生堂上赫老也在强调 所谓一针一德 并不是说所有的疾病 都是这一个穴 当然也可能用两个穴 也可能用三个穴 但这一个穴一定是最重要的穴位 未必是越数量越多 效果越好 关键是精准 所以这就是赫老 超路的这些一针一德的 最初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看到那个上面还写着 刚刚老孙念 第一密不外传不清传 其实赫老的这一句话 不清传就什么意思 如果你没有真心想去学 那么赫老就没有必要去 要传给你 你必须真心想学 所以才所谓成者主动传 你诚心诚意地想学习 赫老会毫不保留地 把这些东西全部传给你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 电视机显得观众 包括我和老孙 诚心诚意地想学 能不能拜托您 传自赫老的这个一针一德 也传自我们大家 因为为什么 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就这个人吧 刚才真的让人生气 他那一个动作 我觉得赫老如果看到了 应该会有点不太高兴吧 老孙应该说 咱们这样表扬为主 他那个同时 我记得刚才是这样的 对对对 这样的 还得跪着 这个还跪着 确实是很不容易 但是那确实是 离标准的动作 这个差距虚位有点大 这几个不能融合 三合一合在一起 可能最后就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咱们还是分解着来吧 分解分解 对 一针一德 一血一德 我们一个个来说 对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 提前知道 老孙的这个三个动作 分解开来 分别对于我们 中老年人的 哪些常见病 是有调理和治疗的效果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 筷子 提前来揭晓答案 那我们先来说说 最奇葩的那个动作吧 对 跪着 说实话 咱们谁看病 是跪着的 谁治病 是跪着的 是吧 跪着是有由来的吗 程教授 这是有一个故事 97年我跟了贺老以后呢 就贺老只要一出诊 我是必须要跟诊的 这是规定的 然后呢一个 他的病人来了以后 腰腿疼 因为一瘸一拐子来的 有家人掺着 然后我说 你是不是追肩盘有问题 他说是 我说你有片子吗 片子拿来了 那没问题 就追肩盘的 所以全部都问完了 我说好了 然后呢 等到了他那儿 我就说 我说贺老 这是一个追肩盘的病人 我说他怎么怎么情况 把情况一描述 我说你看他这个走路 都很困难 因为痛苦面容嘛 疼嘛 贺老说 行了 我说那让他上床吧 上床跪着 我说贺老 跪着 怎么跪啊 跪在床上 后来我当时就 就特别皱眉头 我说你跪得上吗 我跪不上 我疼 后来我说贺老 他跪不上 旁边人扶着 给扶到床上 跪着 在旁人的帮助下 也得跪着 也得跪着 所以我在里面 总结了一句关键词 咱们来看看啊 来看大屏幕 看着没有 躺着不如跪着 对 一般医生说上床 就是躺在那个 诊疗床上嘛 对 就是跪着 顶多说是 到底是躺着 还是趴着 对 仅此而已 所以后来我当时也奇怪 完了我说的 贺老跪着 是他的臀部跪在 他的这个 两个这个脚后跟上 对 跪着 我说那您就这么跪着 然后他实在是挺疼的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嘛 当然我们跟贺老人特别多 等于两个人支撑的这个患者 扶着他 扶着 因为他就能够 手能用点力嘛 就勉勉强强的 是这么跪着了 完了贺老就是 在这种姿势下 给他来了一针 那个跪着的样子像什么呢 听说老孙还准备了 一个很可爱的道具 来咱们来看看 那个道具什么样啊 好可爱 好可爱的小兔子 看看 这个可爱 白白的小白兔 发现没有 当我跪着的时候 这个腿的形状 是不是跟这个兔子 有点相像呢 你说是就是咯 请专家来揭秘吧 你看啊 咱们现在就看这个兔子 你看他这个后背这块 是不是弓起来了 对 对对对 是有个弧线吧 对 那么贺老当时 让病人跪下的时候 如果咱们在座的 或者咱们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试一试 如果你这么站着 或者你平躺 这个地方是平的 对 如果你跪上的话 这个地方一定是隆起来的 就如同这个小兔子 那个后边是隆起的一样 隆起了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就是说 贺老要取的这个穴位 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明白了 那我们先留个悬念 这个姿势叫什么 这个穴位叫什么 我们一会儿来揭晓 先说说那跪着以后 然后贺老怎么治 这个人的结果如何呀 就给他扎这个穴了 完了病人 我就说 我说你感觉怎么样 都好像不那么疼了 然后最后呢 我就示意旁边那两个人 我说你们不用特使劲地 给他支撑了 稍微松一松手 这病人好像就像 刚才老孙人一样 就跪着了 就跪着了 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穴很神奇 所以这个穴 您后来查古书 也找到了记载 找到记载了 它到底叫什么 我们揭晓一下吧 揭晓 我们来看大屏幕 腰胯痛 针 浮吐穴 不就叫浮吐穴 你看 我们说这个 趴着一般叫浮 如果这样就是要痒 所以这个穴位 是很有意义的 你看贺老这不也写 这是贺老的手术 腰胯痛 针 浮吐穴 这是贺老记载的 这点是一针一德当中之一 但是这个穴呢 应该是自古就有 这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确实是因为看了这个病人 我才去翻这个穴 然后你看咱们这边屏幕上 也写得很清楚 你看没有 针灸大成 七上六寸体肉 正溃坐而去之 底下一宗金剑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针灸上有的时候说 他也取这个穴了 他也取这个穴了 为什么效果不好 姿势不对 就病人的姿势不对 那这里头呢 不来病人 应该来医生 你没有告诉这个病人 应该怎么取 就如同咱们 咱们这个炒菜 餐饮 什么时候放什么料 什么时候放什么料 是有讲究的 这同样是的 这个穴位到底 它有哪些作用呢 就是腰胯的 腰胯的疼痛 腰胯的疼痛 一般来讲呢 就是局部的肯定解决了 比方说我这个大腿这儿 比方说运动啊 拉伤啊 或者是有点劳损呢 没问题 但是呢 贺老呢 主要强调这个腰胯 就不是单纯一个胯的问题 这个腰 所以现在我们目前腰如果出问题 最常见的 除了腰肌劳损以外 就是追肩盘的病变 这些都管用 都管用 对 对 我想到了 刚刚你一开始说 你那个姿势就是适合 什么中老年常见的三种疾病 我之前不是锻炼 什么用腱腹轮 我的腰还给 有点拉伤 拉伤 这些管用吗 可以 都可以啊 只是有一点要注意 绝对不能骨折 你要如果腰椎骨折了 您不用扶兔了 您什么兔也不行 对 我们所说的就是 没有骨折 另外一个只是一个 退行性的改变 腰肌劳损 有点那个骨刺 有点椎间盘的病变 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 马叔叔 阿姨上年纪 总是为腰腿痛的 腰痛 我还没玩完呢 你就举手了 很明显 是不是 你敢不敢上来试一试 敢啊 来 你到中间来 来 咱们站起来 大家自己摸 这块是不是有一特高的骨头 这叫卡钳上底 每个人都有这骨头 没有问题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病人 这个我们老北京叫 磕头瓣 对吧 这个磕头瓣的这个外边 和刚才你那大骨头 这条线上 就是腹肚一定是在这条线上 所以咱先把这个事 咱给确定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从这个所谓 我们术语叫冰骨啊 老百姓叫科勒瓣 这冰骨从这个地方开始量 量多少呢 这个四个手指头 这个宽度是三寸 那么这个穴呢 是在上面的六寸 那就是两个三寸 就一定是要在这条线上 然后呢 我这儿量三指 再量三指 实际上相当于 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地方 这先说这么早 然后下面 您在跪到床上 好嘞 来 先问您为什么立刻就举手了 腰很不舒服吗 对 我因为是腰肩盘突出 十多年了 就拍过片子 证明是有突出是吧 对对对拍过 也没骨折过 没有没有 有什么症状吗 就是腰带的腿 直接往下窜的头 对 那这十多年用过什么方法 缓解治疗吗 扎过针灸 然后那个做过按摩 贴膏药 这个穴位碰过吗 没有 应该没碰过 然后还有一种简便的 这不跪上了吗 还有一种简便的方法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一定是在这条线上 那么这自己量 好像有点不合适 那怎么办呢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咱们这个横纹 这有长横纹吧 中间这个点 对着你那个 冰骨的上缘的 中间那个点 就科罗伯的上缘的 中间那个点 然后把这个手指并拢 看这样啊 中国为鲁花香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梅素林 反式脂肪酸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极致营养助力 养生轻松给力 本节目由中国国家攀岩队 如品营养保障的 三元极致A2牛奶 特别赞助播出 喝三元极致A2牛奶 给全家极致的关怀与呵护 养生药趁早早餐先吃好 养生糖首信仰健康 合作伙伴安利纽崔来 陪伴您关注早餐营养 按需科学补充优质蛋白 增强免疫力 健康平安每一天 本节目由天猫好药赞助播出 打开淘宝APP 搜索天猫好药 正品好药带回家 我这个地方 正好对着它这上缘 然后注意 一定注意在这条线上 四指并拢 这样 然后找到这条线 这个中指尖下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要找的浮吐血 好那咱们现在 这个点已经找着了 这已经拿到这掐了 然后局部削一下毒 对准了 OK 有感觉吗 有一点胀 对就是这胀 对 一般来我们留针的时间 是20分钟到30分钟不等 因为你比方说像椎间盘 有的人比较厉害的 可能时间长了 它可能不单纯是椎间盘的病变 它可能还有什么作物神经的问题 还有什么磊状肌的问题等等的 那它如果坚持不了特别长时间 可能20分钟就给它起掉了 这个浮吐血 扎针呢 就像刚才老孙说的 我们自己在家也没法扎 去医院也不是那么方便 我们自己在家拿个类似筷子的东西 扎着这个 您教的这个 就是说在这个点上可以 但一般是这样的 如果你症状比较重的话 我们大家可能经常看眼神堂 都知道我们还要一个穴 腰背 尾中球 对 所以说除了这个 你按一按 因为你没有针嘛 你除了按一按 你可以再按一下尾中穴 尾中鞋呢 就是在膝关节后边 裹窝的正中 在这儿 我们还是在他身上找一找吧 您先教他 比如说我们找到这个浮吐穴 以左腿为例 那比方说 咱们现在这 因为他的已经找好了嘛 基本就是一个对称的点 对称的位置 比方说差不多 这个哪个头 都根据个人的喜好 如果说这个人比较健壮 比较魁梧 180斤的话 你就可以稍微粗一点的 如果是个 窑窕淑女啊 就挺那 可以弄小的头 总而言之 就在这个点 你可以稍微深的 您自己试试 可以自己这么 就是上下 上下的这个力度 然后另外一个呢 你还可以像一个轴一样的 这么去绕 总而言之呢 就是自己有感觉 但是又不痛苦 就可以了 现场的观众 也都开始试试了 就可以 但是有一个问题 您说 大家应该都跪下来再摁 对 现在找的位置 可能不够准确呢 我们这个朋友 你看 他跪的时候 你看你的腿 这就是像刚才 那个小兔子一样 对对对 龙起来了 如果他要躺着 绝对不是龙起的 是一个平的 对 得跪着 对 多久 一般来 如果自己在家 那就五分钟到十分钟了 力道是重一点 轻一点 那就根据个人的情况 有的人非常敏感 就轻轻这么一碰 又胀了 那就轻一点 对 所以我想到 之前您跟我讲到 这个穴位的时候 好像单独提到了一句话 叫它特别容易得气 对 得气 得气呢 就是我们针灸啊 针灸古籍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那简单的说叫气素质而塑效 这个气就指的是得气 如果很快就得气了 气素质而塑效 就很快就能达到疗效 气持质而持效 那就晚 气不质而无效 根本不得气 那就没什么效果 当然这里头呢 有很多原因 当然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 跟操作者本身的这个针法有关系 嗯哼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家自己跪着 这么去做 它也更容易得气 嗯 应该是因为它不紧张 对吧 它不紧张 多放松 对 不要放松 对 我们帮这个观众先起针 起针 然后可以找一找尾中在哪里 您先感受一下 轻松多了 它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注意 病人一定要放松 嗯 如果它坐在这儿 觉得这姿势还很舒服就行 如果它坐得就很不舒服 嗯 那你要弄了几分钟 它就僵了 它可能还会出现 那不是这个 可能底部脚都麻了 这种情况 所以一定要保存一个特别 舒适的一个状态 是 那当然了 前提是我们的腰腿还好 尤其是膝关节还好 能够跪得住 如果本身膝关节都没有办法打弯了 对 我们还是腰背尾中球吧 对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怎么样通过尾中的按摩 来达到我们缓解腰腿痛的问题 对 你看这不是国横门吗 嗯 这不是国横门吗 就在不管谁的国横门的 终点 这个点 就是尾中 就非常好找 这很好找 这个拿手摁就行 这个拿手摁也行 如果有家人帮忙 家人愿意 怎么样说 揉一揉 筷子感觉有点尖 可以拿勺半是吧 都可以 就是筷子很好 这个力道怎么 这个可以 也可以垂直 也可以垂直 也可以转圈 这个顺时针 逆时针 都无妨 垂直舒服 垂直了舒服 我转转圈试试 转转圈是什么感觉 都可以 也还行 可以调整你自己的这样 刘太夫手法也还可以 要如我们扎针 这两个血同时肯定扎不了 但如果在家里 是拿个筷子 你可以这块摁一下 这块摁一下 都可以的 也都是各5到10分钟 可以的 都可以的 一天几次 如果有时间的话 而且自己又觉得症状 稍微的重了一点的 你用两次三次都可以 谢谢您帮我们做演示 我送给您一份礼物 阿姨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卤花高油酸 花生油油酸高 抗氧化青春派健康油 祝您越吃越年轻 祝您健康 讲完了第一个血位 叫做浮吐血 第二个血位 通过快总 同样能够达到治疗 老年常见病的效果 比如说大家来看 在我们舞台上 现在出现了一个可爱的爷爷 爷爷上面写着 91岁了 但爷爷身体应该不太好 随身挂着尿袋 对 这是您的患者吗 我的患者 2016年有一天 就是老爷爷 是坐到轮椅来的 当时老爷爷是91岁 他自己说我患两种癌症 做过四次手术 所以说 他说我的尿袋 就永远伴随着我 这么多年过来的 很痛苦 因为老爷爷 这个年龄 他有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肥大 而且长期用尿管 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 就有尿管 也尿不出尿 尿管堵了 所以说很麻烦 这样经常要去医院 再把尿管拔掉 再重新插 正常情况下 他是一个月换一次 那么如果出现堵的 那什么时候堵 什么时候得去换 所以他说了 我今天来的目的 没有别的 您想办法 把我这尿管给我撤了 这样了 当然我肯定也给他用了 贺老的火针 因为他这个年龄了 肯定肾气都不足了 肾阳气也不足 然后除了这以外 我就想到了 贺老当年告诉我的 一个穴位 那个穴位 在我跟贺老之前 我也没用过 但好在呢 那个穴位 我起码知道 有这么个穴位 因为那个穴呢 在我们针灸里 是个特定穴 所以我这个老爷爷 我就是除了扎火针以外 我就先上来 给他扎这个穴 这个穴 刚才老孙 比活的那个点 差不多 两边都用了 这两个穴 这个穴刺法 也是比较特殊的 然后呢 等于把这个针 几乎是沿着小腿的 这种平面 直接就顺上去了 这两个重要穴 当然了 因为这老爷爷 除了排尿不好以外 他排便也不好 都是这样 所以我在这个 处理这个病人 除了用了这个特殊的 贺老胶的这个穴以外 还有那些其他的穴位 他每礼拜过来 给我扎两次穴 因为我当时问了时候 我说你距离 下一次换尿管 还有多长时间 他说媳妇跟我说 半个多月 不到二十天 我说那好 这样呢 他每礼拜来两次扎 等到了 快到换尿管的那天了 我说你这样 你明天一早 八点钟一上班 你就去带着老人 去把尿管给拔掉 那么早去 因为为什么呢 我是有目的的 八点钟去了以后 拔掉的时候不插 就不要再插尿管了 我说您就回家 回家以后呢 你记一下食 基本上一个钟头 到一个钟头 零一刻钟的时候 我说老爷爷 我说你不管有尿没尿 你都要去排便 就排尿去 你不要等到他觉得憋了再去 那恐怕就又会出问题 我说你就去这样 如果说 假如说你上午八点钟 这个把尿管拔掉以后 到了中午 你仍然觉得有小尿尿 又尿不出来 这时候你上医院再去插 是来得及的 你要晚上五点钟拔了尿管 等你夜里尿不出来 再去急诊 很不方便 我说如果你能尿出来 咱们就OK 他说好 就这样 所以这老爷爷非常配合我 等到那天换尿管的时候就去了 过了两天 老爷爷乐呵呵地就来了 这儿还挂了一相机 他就说我一定要跟您照相 说的那个 他说我就去了 我的尿管就拔了 然后那天就说 我就是这样按照您说的 一个来钟头我就去排尿 然后刚开始就排出一点 后来再排再排再排 就好了 太好了 所以就是我就想说 你看贺老他们就这些国一大师们 比别人高一筹 就高在这个地方了 今天我们专门准备了视频 因为太难得了 给91岁的爷爷扎火针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场景 给他扎的时候 我就让学生 我说你把这个视频一定要拍全 录一下 这就是火针 这就是 扎肚子 这是您说配合的那些学生 对 你看下边 到小腿了 这都是火针 火针只是一个方面 看 平着扎进去 全部进去 看没有 平着 全部 平着 你看 全部平次 就留出一点点 平着扎进去的 对 一定注意 所以如果你要扎的 比方说 咱们拿这个块 比方说 咱们把这当腿的话 如果你不平次 你这么直着就进去了 骨头了 你不能到里头 再给人变角度 那病人一定会叫下来 那肯定不行 所以你进针的时候 就是有技巧的 就这种的 这种 就是你这个血选对了 如果你的刺法不对 你的收获 绝对是两回事情 所以平次是为了它 刺的范围更广 不是 因为呢 一个呢 就咱们摸摸这个小腿 这就是骨头 你直刺是吃不进去的 所以你一定要顺着这个骨头 顺着这个面 往前 因为它这个穴位 正好是在筋骨的这个平面上 你想直刺是直刺不了的 所以就这么刺 再有一个呢 这个穴呢 是我们就是肝筋上的一个穴位 肝筋的巡形怎么巡形呢 是从脚开始 然后顺着顺着内怀 小腿大嘴 是这么上来的 所以我们针刺的方向 刚才大家看了 我们也顺着 这叫顺经刺 所以这是有技巧的 你不能反着刺 就这个意思 这穴位有什么作用呢 所有的前列腺疾病 都是可以用的 女性有很多 比方老年人 她也会出现 比方夜尿特别贫 或者比方说 一咳嗽 就出现一尿 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实际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 比方说肾气虚 或者天冷 憋不尿 那么所有这一些 甚至包括 不明原因的 比方说泌尿系的感染 什么时候 只要出现这种 尿急 尿酮 这种情况 这个血是都可以用的 而且想到爷爷说 专门拿着相机 来跟医生照相 得有多开心 程教授专门 还带了当时的照片 我们一起分享 这个成功的喜悦 我们来看大屏幕 爷爷笑得真高 他让说的 你给我扎针 让他们给照张照片 他们就给他照了 这个是这老爷爷 真好 通过针灸的方式 帮助爷爷摆脱了尿袋 因为虽然尿袋 可以解决一时之需 但是毕竟它影响生活 确实不方便 而且会走出门 社交 对 你都得带着它 很尴尬 很麻烦 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仅仅帮助我们解决 这个排尿的问题 还可以更好地 保护我们的前列线 对于女人来说 摆脱遗尿 这个社交的障碍 也是一件好事 对 所以这个学位 到底是什么 日常生活我们当中 如何通过它来养生保健呢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 方大尔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筷子 提前来揭晓答案 我们是不是可以 揭晓名字了 对 咱们来看看 这个名字叫做什么呢 调蜜尿 小腿内侧 找 梨沟 半离的梨 半离的梨 对 梨沟穴 对这个穴 我影响深的 就是因为赫老 治疗了那以后 所以我现在只要遇见 比方说像那种 多系统萎缩 多系统萎缩 是我们神经科的 一种常见疾病 它的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液尿 那也不是三五次了 那是十三五次 都不止的 这个穴也是一定要用的 也是一定要用的 所以扩展下来 就是凡是跟 泌尿方面有关系的 这种积换 你不管它作为一个主穴 还是作为一个配穴 应该都是必不可笑的 我现在就琢磨了 这是筷子不对 我刚才应该把勺换一下 拿勺刮着来 对 对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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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们先问问 先问程教授 比如说我们想给现场的观众 做演示的话 您觉得有什么样症状的人 适合上来 我们做个志愿者 如果说有前列线计划的人 我相信 因为前列线计划呢 说句实在话 我不敢说五十岁以上 六十岁以上的人 一点问题没有的 不都 另外一个经常反复地 出现一些 泌尿系的感染的 这个男女都有 而且女性居多 如果有这个呢 可以 这都是我们离沟 应该可以选择的 有没有谁想上来试一试 各位观众啊 来我们掌声 欢迎各位观众 先说说您的症状好吗 我主要是妙系这一两年长期感染 长期感染 就是反反复复总不好 对 老吃西药 消应药一停 我就复发 去过医院检查吗 去过 去过就给你吃消应药 然后呢 他那药呢 吃了就好点 然后呢 你把药停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就厉害了 感觉不出根 对 不出脑根 有什么症状 腰疼 有时喵心尿到那疼 您扎过针吗 我以前扎过一次针 扎过一次 怕吗 还行吗 还行 那您先躺下 先说它的定位 这个离沟的定位呢 按照我们教科书上的定位 是内怀尖 一定注意啊 是内怀尖 不是内怀 内怀尖上五寸 咱们这个手指头是三寸 完了呢 等于是两个就六寸 减一个 减一个是这样 按理说 这个寸呢 应该拿病人的手 对 但我觉得我跟这个病人的宽度 应该差不多 来 咱们举一下 女生都差不多 对 应该是差不多 所以你看 病冷了 应该差不多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从这儿开始 内怀尖 这是三寸 如果说再来三寸 再减去 就基本上是这个位置 也是先消毒 然后把这个脚 稍微撇一下 然后看 从这儿开始进针 停着 OK 有点感觉吗 肯定会有感觉 这么长的针 有点疼 肯定有点感觉 有点疼 酸麻 胀重 痛 都叫得气 得气了 能忍吗 能忍 能忍 那您忍一下 这边也是 看 从这个地儿进去 放松 放松 然后很小的角度 放松 好 完了 有点感觉了 好了 这边比那边厉害 这边更酸 肯定是会有感觉的 现在感觉怎么样 左腿和右边感觉不一样 右边更疼 右边不 现在不疼了 原来是右边特胀 酸胀进去 现在呢 现在是左腿就有点疼 右腿没感觉了 右腿没感觉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 不 它可能每个人 它每个 每个肢体的感受力 是不一样的 感受力不一样 那么如果有的病人 像我们老病人 他希望针感特别强 他会说 让你说 您再给我加把劲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呢 你可以拿指甲 刮一刮这针饼 就刮一刮 刮一刮 这样的话呢 它肯定是在动 这样的针感 可能就会更强一点 没刮您 没有没有 我是刮这针饼 放心 我们在做演示 没刮您 就这样的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德气呢 是几个方面 酸 麻 胀 重 痛 五方面 可以同时有 可以有其中之一 这都属于德气 所以问题不大 所以越放松可能就 越放松越好 越好 对 那对于这位观众 您给他未来一些 什么样的建议呢 一个呢 就是说一定注意 每天的喝水的量要够 多喝水 泌尿系感染的人 一定要就像 比方说我这个杯子 就是相当于什么 他如果说 因为老爱流一些水够的话 我就多冲洗一下 所以我喝水的目的是这个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一定注意 尤其像我们年纪 稍微不是那么大的人的内裤 一定不要穿那种特紧的 这个男性女性都一样 明白了 那一会儿我们还会教教您自己在家暗柔的方式 给您起针了 别紧张 别紧张 就是起针的时候也一样 因为我们扎的时候是平着扎的 您起针的时候你一样平着给人起 千万别有角度就那么提 那就很麻烦 所以你看这个比较好看 你看你就顺着这针出来就行了 看没有 全是平着出来的 好嘞 行 没有问题 感觉怎么样 我就感觉的轻点 腿感觉轻点 腿都能感觉轻一点 就这种感觉 现在是 那我若若问您一句 刚才您觉得 其实有点怕怕的 对吧 觉得感觉太明显了 对 是有点紧张 如果让您做第二次去 针酒治疗 您还敢吗 那我就不怕了 不怕了 对 如果第一次 大概知道这个承受力是如何 对 那程教授 我们结合这个阿姨的 刚才我们找到的梨沟学 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要按柔的话 老孙刚才不是说了吗 筷子肯定不行了 勺 勺子怎么弄呢 用勺呢 就是说 你这个用这个勺子的头也可以 用这个前面的勺也可以 比方说这是那个梨沟的小 你就可以这么去 这样 从下往上 对 就是那个针刺的方向 一定注意是从下往上 因为干筋是从下往上走的 顺着干筋的方向走 我们叫做顺精而行 这样 你这么去也行 说你这么着也行 实在不行 你急了这么着也可以 这都无妨 因为这样呢 应该是它的面更长 而且更快 这样可能就更好 而且勺子都比较光滑 所以说你直接接触皮肤 没有问题的 不会疼 你看老孙开场那个奇怪的动作 不是说三个学位吗 对 浮吐学我们讲了 梨沟学我们讲了 接下来我们要讲讲那个打疫苗的这个学位 对 这儿有一个学位 老孙说了 拿那个筷子处一处 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 老年人常见的又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先通过一段病例给大家解释一下 来看大屏幕 哎呦 这个阿姨 怎么眼睛睁不开了呢 对 眼睛睁不开了 她怎么了 我们看她 你看她 她是通过这个网络跟我联系的 今年1月13日 那就她4月份找了我 但是做手术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恢复得不错 但是又眼睛睁不开了 她是一个炉内有一个站位 就脑瘤了 咱们说白了 就是脑瘤了 脑瘤做了手术以后呢 别的问题都没有了 脑瘤没有了 但是这个眼睛睁不开了 然后你看她说 我这个又做高压痒 又扎针灸 也做口服维生素B 什么叶酸等等等等 你看她底下附了一张图 这张图因为她自拍的嘛 所以正好反的 是这样的 她是右眼 就这个 所以后来 她是4月份跟我联系 等到了4月底 这个时候来到我这 她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她呢 这个病人 你们是没见着 就是身体也特别好 所以我特别爱跳舞 她说 但是我现在就这个样子 我都不能出去见人 有这么一情况 然后呢 所以这是治疗前 这是就是她 你看她那图片的资料 对 给您发的第一张照片 第一张 这个呢 她一共治疗20次 这个差不多治疗15次的样子 这个是最后一次 20次 然后眼睛基本就跟 一共治疗20次就正开了 因为她呢是内蒙的 所以她在北京是租房子 就是等于说 说实在话 病人付出的也很多 因为北京的这个租房子也挺贵的 好贵的 这样 但她就说 说只要能给我扎好了 说我认为所有的付出都值 这应该是个很安美的阿姨 对 她说了 因为她的岁数也不大 也就50来岁 好像是51岁 正常的双眼轮廓 一步一步一步 这样的 自己的精气神都不一样 对 我看那现在眼睛上还贴着王不留行呢 不是 她贴的这个针呢 是我当中的一种针 就是叫沁针 哦 咱讲过的沁针 讲过沁针 就是我给她用了很多针法 火针是第一要用的 因为它不能动了 认为它就是微软无力了嘛 所以用火针 第二个呢是水针 就穴位注射 就是往它 基本上它贴的这个点的地方 打穴位注射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针法 就是普通的咱们扎针 第四种针法 就是沁针 这个沁针呢 在它眼周围 你看这个都有 这都有 这个沁针能够留置24小时 就我 它每次扎针 我给它贴上 我跟它说 两个小时按压一次 每一个点 按压半分钟到一分钟 然后你只要 除了睡觉以外 你都这么来这 就这么一步一步一步 经过二十次 二十次大概多长时间 应该一礼拜三次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对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真好 所以它走的时候 得多开心啊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就这样的 关键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两个地儿 我问了程教授 说是不光是这种 就是你上了年纪以后 这个眼睛看不清楚 眼花 虫影 各种 只要是你眼睛 有什么毛病 那个人都必须取得 就这个穴位 也是有故事的 就为什么说 都是跟贺老学的呢 这个时间就更长了 这个要追溯到 1987年 然后那天来了一个 他说他是湘河的 那会交通很不方便 他们早上说 四五点钟 就有从湘河出发 是什么先骑车 到长途站 然后也不坐到什么 是永顶 门外也不什么地儿 又也不怎么怎么 才到我们诊所 到了这边 已经差不多快中午了 他带了他的孩子 四岁的孩子 就是什么呀 就是先天性的鞋式 就眼睛都是鞋的 先天的 过不来 他从小这样 一共四年了 他得做手术 他找遍了 当时就说 他说没有人说能治 也没有人说 能给他做手术 所以后来完了 贺老就看了看 然后说行了 坐那吧 就在刚才老孙 拿那个点的那点 就一边扎了一个 然后呢 眼睛周围呢 就好像也就扎了 一两针的样子 所以当时我们就问嘛 我说贺老 为什么要扎这个穴呀 说这个穴 是专门治疗目击 眼睛嘛 叫目嘛 这是治疗目击的药穴 我说我们上课的时候 没说这个穴 能够治疗目击呀 他说就是可以治的 就是可以的 那么也就说 换言之呢 就是如果我要是 不跟贺老的话 就学不到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院校教育 跟师承教育 一定要结合 就这些东西 在书本上是找不着的 你不跟它 你就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要跟名师呢 就这意思 所以从那以后开始 就是近视远视 什么色盲色弱 什么那个邪视 富视 看俩 然后看刘靖 俩人 两个刘靖 两个老孙 这种 只要是眼睛有病的 我这两个穴都必取 这个病人也是上来 他说又怎么还扎我这儿 我这个是贺老的药穴 我都说那得扎 那必须得扎 那他跟打疫苗的穴位 差不多 我们找找那个穴位吧 这有针灸铜仁 对 看看他是在哪个位置 他这个呢 是铜仁 向恋见美的 它是三角一起来 这整个这是一个角 插这个就 末端这个点 就是这个穴 就是这个吗 这个穴叫什么名字 我们来看大屏幕吧 这个字 不一定大家都认得 来 我们回中间 调眼级 先调气血 找臂 有认得吗 有人认得吗 有人认得吗 就每次说中医的古籍 总是能认得很多字 这个字我们专门查了 念闹 对 闹脾气 那个闹的发音 叫闭闹学 闹 对 这个侧瓶上面的 这个肌肉更明显了 对 你看他脸 我就说嘛 他这个肌肉很清楚 对吧 就在这地方 所以刚才讲到了 确实是中老年人容易常见的问题 上了年纪 眼睛花 眼睛干涩 干涩 重饮 看不清楚东西 有绯闻 问题太多了 有没有谁想上来试试的 这只眼睛的问题 欢迎给你阿姨 可以 阿姨先说说您的症状 眼睛有什么小问题 眼睛老有一点小黑点 有小黑点 对 有时候老重眼 小黑点呢 就是说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以后 它可能会出现视网膜 一个有东西 就这样的 所以这种情况在临床见的还挺多的 可以 但是如果说是虫影 那可能不是光本身眼睛的问题 那么还要考虑其他的 在进一步再去查 有糖尿病吗 有 有糖尿病 因为糖尿病很多人呢 除了血糖是一个方面的以外 糖尿病特别容易对眼睛造成一个伤害 所以也会影响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血 我不管是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睛 还是我肝眼症 还是什么原因 还是说今天不小心 我磕着了 外伤了 把这眼睛受伤了 总而言之 是眼睛不能正常的了 这两个血都是可以的 这儿是三角肌 啪 打一辈子 这样 这个血它本身是杨明经的血 杨明在我们针灸里头叫做 多气多血之经 所以说呢 眼睛要想说看东西特别清楚 也没有干涩 那一定是气血非常如润 才这样的 所以呢 说这个目得血而能试 就是眼睛只有充足的血液的循环 才能够看更多的东西 如果你这方面出问题了 那你肯定看东西 要不然就双眼 要不然就看不清楚 或者变大变小 甚至双眼 我就现在就发现 中医的这个血位很神奇 你说咱们今天讲的三个地儿 一个是腰疼 腰疼不在腰上找血 在腿上找 也可以在尾中上找 对 放松就是 面药系统的问题 在小腿上找 面药系统你离小腿很远 在大臂上找 对 都离得很远 这个血位特别适合于拿筷子 对 因为你比方 你看老孙这个就比较明显 你看他虽然穿着白衣呢 都能感觉出这个点 那我就拿这个筷子 就加压 就这么加压 这样可以 垂直往里加 垂直这么加压也可以 愿意这么揉也可以 都是可以的 这一个点上就跟你别的地儿不一样 他是有那么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的小疼 有点小疼 对他来讲可以 因为他年龄轻 可以的 但如果说 你要是到了冒蝶的时候 我就不能用这么大的力气了 程老师您说话 我特别爱听 是跟冒蝶之年相比 确实年龄轻 好吧 你别说话了 来 咱们接着说 那个阿姨的感受 没什么感觉 也不疼 对 刚进去的那一下呢 没感觉 也不明显 他要是我感觉的时候 我估计已经都进去了 主要是因为您刚才眼睛手快 一定要 一定要是快 多长时间呢 这个就说话 那就看你了 今天觉得我眼睛不舒服 这两天看电脑 看手机多了 这边一边看着电视剧 我就一边这么揉吧 就这样 不影响你干任何事情 有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都可以 都可以 顺时针 逆时针 你可以 比方说顺时针四八呼 逆时针再四八呼 都可以 那我们起针吧 位置得找准了 岳阿姨很勇敢 好 脸不变色 心不乱跳 来 谢谢您 我也送给您一份礼物好了 阿姨卤华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卤华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祝您越吃越年轻 来 送给您 谢谢 谢谢您的体验 谢谢 祝您健康 当然了 我们今天讲的三个学位 我们真的不能像老孙 一上来演示的那样 跪在地上 一手一个 刚才程教授也讲了 不科学 我们需要的是 有针对性的 针对不同的问题 找到我们的浮吐学 找到我们的闭闹学 或者是离钩学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选一位观众 上来帮助我们总结一下吧 有什么样的症状 找什么样的穴位 怎么样来按摩 对 来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叔叔 对 您对穴位之前了解吗 从来不了解 太好了 今天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了 帮我们大家复述一下好不好 先说第一个穴位 嗯 第一个浮吐学 跪着 跪着找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 对 还记得怎么找来着吗 对对对 这两个 对 对对对对 叔叔还记得 做得很对 浮吐学 他治啥的 腰 臀 对对可以 不舒服 第二个学位叫做离钩学 治那个 蜜尿系统 蜜尿系统的问题 对 男性女性都可以 对吧 男性女性都可以 嗯 在哪呢 那个在这个 对 腿的内侧 腿的内侧 对 在这个位置 差不多 就是在内怀尖上五寸 五寸 怎么两五寸呢 这个四个手指并拢是三寸 嗯 然后两个的是六寸 减去一个手指头 差不多就是了 就是五寸了 好 然后怎么按 拿这个勺子 上面也可以 下面也可以 对 往上 对从下往上 一下一下的刮 对 刮几下 多点没关系 对 多点没关系 没错 多点没关系 叔叔都会抢答了哈 那至少刮几下 多几下 最少二十下 行可以 好第三个学位叫做 子 闭闹 对闹子 嗯 在这个 所以在我们的钱币上哈 对 就打什么的地儿 疫苗 真的地方 哎 那个三角肌往下 三角肌往下 那个尖尖的地方 对吧 哎 您拿着筷子 给我们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按 这个位置 可以 转着圈也行 上下也行 是吧 直到这么扎 多长时间每天 每天 五分钟到十分钟 这个治什么的呀 叔叔 在治眼睛 哎 好 眼睛想让它更明亮 有一些小问题 我们都可以试试 对 我们给叔鼓鼓掌吧 那当然了 我们今天更多的是学习了 赫普仁老先生的一针一德 也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穴位 对医生来说呢 通过一个穴位 最好就能治好一个病 那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就通过一个穴位 帮助我们改善一个身体上的小问题 那当然了 那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 就在养生厨房当中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中国高端食用油 引领着鲁花倡导消费者 少吃油吃香的油 让我们一起走进鲁花养生厨房 谢谢陈教授 过节的时候 要提前的预备好两把肠道的刷子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第二把刷子 据说呢是一种化学反应 能够帮助我们来翻新已经生锈的肠道细胞 李老师您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 看到我这个刀没有 如果我在外边搁的时间长了 它会生锈对不对 如果我们细胞 包括我们的肠道细胞 如果也是发生了这样的反应的话 那它什么呀 它的结构没有了 它的功能也就下降了 要想保护我们的肠道细胞的话 就像我们把它这什么呀 把它的锈给它擦掉一样 那哪些物质能够发挥这样的化学反应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大屏幕 好 今天我们把这一类的物质 咱们都给它什么呀 总结起来 像这种功能化 VC非常的好 那VC含得多的 水果里头像我们常吃的猕猴桃 还有就是维生素E 这大家更清楚了 油脂啊 坚果里都很多 还有像这个β胡萝卜素 也是这么多的蔬菜 圆花青素 圆花青素没有色 我们的花色干 这些食物中含的这些成分 都能够很好地发挥我们这个作用 保护好我们的肠道 那如果电视机前呢 叔叔阿姨你想要知道答案的话呢 方法非常的简单 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 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最下方的空白处 搜索关键词 护肠就可以提前了解到答案了 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呢 就可以照着我们这张表格 来选择食物 今天呢咱们就用表格当中的一些食材 做一道山西特色的面食 叫什么呢 叫做大会菜泡黄糕 黄糕应该是这种金黄颜色的 非常甜的一种糕点吧 你看大家听的名字 有的黄糕是糕点 没错 其实不是的 今天咱们做的黄糕呢 其实呢是带着黄颜色的黏面团 做黄糕的话呢 我们选择的是不一样的面粉 这种面粉呢应该大家很少见 那你来闻一下 你看你猜一下 这是什么 猜一下 这个看颜色应该是玉米面吧 玉米面是吗 是吗 不是 其实呢它就是黄米 是黄米面 就用黄米磨成的面粉 这种面粉呢 它面香味特别浓 第二个呢它黏性特别大 所以做黄糕特别适合 这个呢不是我们家里边用的一个小米 这个呢是大黄米 其实呢我们往往做黄面糕的时候 做黄糕的时候呢 忽略一点就是什么呀 它就不容易蒸熟了 特别不好熟 没错 就那个黏面的又弄一大坨 且不好熟呢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奶奶做的时候 我们家里边要蒸黄糕的话 一定要说那个柴火火 火一定要旺 才能够把那个黄米面 怎么样蒸熟了 那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做 才能够蒸熟呢 这里边有技巧 我们边做边说 首先呢 先把黄米面倒入盆中 我们加入适量的水进去 好 先给它润湿 对 加的是凉水吗 加的是对 温水就可以 好 先给它搅拌 这个水呢一定要是分次地加进去 一点点地加 哪个地方有干面的话呢 我们直接地就是浇进去 不要一次性把水加足了 好 你就基本上看不到这种 干面粉的时候 这个水量就加得刚刚好了 好 完了以后呢 接下来这个步骤很关键 好 就是让我们这个黄米面糕 能够快速成熟的一个关键点 那什么呢 就是用我们手给它搓一下 用手攥一下 一攥一搓 搓成那种小鸽的状 让它那个水气呢 很多我们要吸足了 它才能够呈现那种面鸽的 是不是 这个手法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揉搓一下 我们这个黄米面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放入蒸锅里边 给它蒸就行了 你看块又小了 水分又足了 它能蒸不熟吗 撒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是均匀的 薄薄的一层 盖上这个锅盖 一定要保持一个 旺火的状态给它蒸制 不怕气大 气越大 蒸出的米越香 而且还越黏 所以说你要保持旺火 给它蒸个25分钟 李老师 我想问问您 今天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一道护肠道的美食 但是我挺担心的 因为这个黄米糕呢 蒸出来应该是那种黏黏的 黏黏的东西 应该是会刺激我们的肠道的吧 不会保护我们肠道 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这样的 这种黏的食品的话 它不好消化 是 实际上如果说做得了 趁热吃的话 它更好消化吸收 这一点如果说有血糖高的 这些人群 还相反要注意一些 咱们适量而止 适可而止 不能量太大了 它对生血糖 有时候好消化吸收的 它生血糖就快一些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粘的食物 放凉了以后再吃 它会产生抗性淀粉 就是我们吃起来觉得硬硬的 口感也不好了 可是这会不好消化 那对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 养生厨房的今天也要给大家送福利了 您可以跟着我学起来 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在最下方的空白处搜索关键词 肠胃两个字 收到回复点进入 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精心给您准备好的 食道能够保护我们肠道的美食 以及柔腹按摩操 还有八张能够保护我们肠道的 营养素的食物表 您都可以给它下载下来 保存在手机里面 咱们要做那个山西大会菜 没错 但是我想到这个大会菜 就会想到 像那个是不是把一大堆的菜 然后给它乱炖在一起 有点像乱炖的感觉 山西会菜跟东北乱炖还是有区别的 东北乱炖是块比较大 而是比较豪一点的 比较大一点的 而是因为它味道是有点酱香型的 是吧 第三个就是它炖制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它难入味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山西大会菜的话 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一个形状比较小 口感是咸香 微口味儿微酸的 快速地能够让它出味入味 那么我们来解决 这个快速入味的一个关键 并且还能够让我们食材的香味 都能够怎么样呢 香味越发的越来越浓烈 做一个面料水 这个面料水才是我们这锅乱炖的关键 关注血糖平稳畅想健康生活 本节目是由双低制更健康的 三元一糖瓶酸奶特约播出 三元酸奶一糖瓶温馨提醒您 双低配方远离高糖健康生活 美味享不停 好 一说到面呢 刚才我说了 黄米面是非常非常香的 也是怎么样 非常的粘稠的 所以说呢我们加入什么样 一勺的黄米面进去 来代替这个白面 小火呢我们把面给它炒香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这个起风眼了 密密麻麻的小风眼 证明什么呀 这个面粉炒透了 一定给它炒透了 要不然有生面的味道 起小风眼的时候呢 我们迅速加入开水 一边加一边搅 开锅以后呢 我们把上面这个料给它打掉 好 我们先把这些料都给毙掉 没错吧 它们的作用已经完成了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汤这个变怎么样 哇 稠了 对 有点像那个高汤的感觉 高汤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素高汤了 我们给它倒出来 特别像用什么鸡骨头 鸡架 然后用那个大棒骨熬成的 还是一样呢 我们加入少许的油 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因为它是物理压榨的花生油 所以只需要一点点的用量 就特别的香浓了 我觉得就是这个山西大绘菜 和东北乱炖的 特别明显的一个区别 就是乱炖里面是没有西红柿的 但是绘菜里面是放了西红柿 东北乱炖的话呢 一般会怎么样呢 加一些酱 黄酱 激发它的酱香味 但是这个我们山西会菜的话 要讲究什么呀 酸香的味道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放西红柿了 我们要把西红柿放进去 把西红柿炒出沙的感觉来 其实我们加酱油的目的 就是让肉片上一下颜色 这个西红柿的香味有了 肉的香气也有了 完了以后呢 再放我们食材 蘑菇加进去 土豆 你看 土豆 我们现在放的是土豆条 土豆条 热炖里面一般都放滚刀块 滚刀块 或者奔土豆大块 看我们放的是土豆条 对 这个时候再把我们熬好 这个面料水 像高汤一样的是吧 很醇厚 我们直接倒进来 你看 倒的时候你就感觉到 这种丑感 是吧 很丝滑 豆腐加进来 里面的豆味都是小块 把粉条夹成去 它很快速成熟 我们家里面想吃乱炖的时候 不用花大量的时间来去做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少加点盐 如果底口 基本上开锅有十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那趁着这个炖制的时候 我想请李老师 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到底是哪一种化学反应 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肠道 非常的健康 滴滴卤花香飘万佳 中国高端食用油 引领者卤花倡导消费者 少吃油吃香的油 赶紧揭晓吧 对 咋也都等不及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抗氧化的加常食物 没错 说到氧化的话 这种氧自由基 在我们人体内的话 它可以攻击我们的细胞膜 只至过氧化 导致细胞膜的结构没有了 那这细胞就破坏了 所以说这些抗氧化的物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这个细胞膜 非常地强健 让我们细胞的结构正常 保证它的功能强大 绘菜做好了 再看看我们的黄米糕 也蒸得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应该也非常好奇 这个黄米糕怎么吃呢 稍微冷却以后 我们直接给它取出来 直接倒在盆里边 现在感觉是黏黏糯糯的 好 我们给它揉在一起就行了 如果说长时间不吃的话 要刷一层油 防止它氧化 吃的时候也很简单 我们揉在一起的时候 用筷子给它摸上一块 你看 非常粘稠 用这个绞好的黄米糕 裹这个汤汁吃就可以了 原来这个吃法也是别具一格 这道山西大会菜 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尝试做起来